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喂 沈大哥 地点改在了鼓楼 我们会分头去鼓楼集合 知道了 快水过了 水果 新鲜的水果 热乎包子 大爷 两个包子 好啊 乔儿琪 乔儿琪 你干吗呢 我饿了 买两个包子 什么时候了就知道吃 快点 我们时间要到了 快快快快快 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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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哈哈 快快快 干什么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停 没家了呀 我们要自己点随意义 不定没睡 但是 这是毫无意义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 应该代表每一个国民 但是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呢 是完全不讲道理的 是毫无公平意义可言的 同胞们 我们该奋发了 怎么着沈处长 动不动手啊 行动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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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真让这帮民运分子给得逞 你这个大哥审明也真是够厉害的 功劳又而堂总统给强绝了 罗兄怎么就认定是功劳呢 难道不是吗 是行动队几次三番地扑控 我看这个吴队长是最近的花酒喝多 好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我认为无功也无功 怎么讲 如果说事先把人就抓住了 那必定是打工一件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脑袋了 南京的各大霸主头条 都是这个消息 现在把人抓住了 没什么意义 而且 中统那边抓住的 是一帮矛头小子 热血青年 成天只知道在街上闹事 还真能从中 挖出几个共产党来 我看不见得 那得看谁审 我就不信在报秘局的审讯室里 会有人不开口说什么 老兄 这屈打成招和真正坦白 是两把事 这些年被错扎进去 没查清楚就掉了脑袋的人 可不少 总归是办了案子 也算是有个交代 事情 还真不能上不下 现在社会议论这么大 民主各界 都在给政府施加压力 如果 再动刑的话 恐怕啰嗦的事会更多 何意见得 不认识呢 这次国民大会 就是要摆出一副 众望所归 民主祥和的样子 可是没想到 居然被打了脸 如果这个时候 再对这帮人动刑的话 岂不是更没面子 而且 还会激起更多的民愤 总统这次 反而是拿住了 刚出锅的山芋 仍又舍不得 攥着 又烫手 有他们难受的 老弟有见地呀 是在官场上混的材料 好 释放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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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民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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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谁是小智奇啊 来 过来一下 长官 什么事 我们这里有人生病 还有人受伤 能不能给一些药和水 你啰嗦什么 你 找个医生给他们看看 是 你出来一趟 来 坐吧 这次是临时改变的示威地点 他们担心内部出了问题 怕有人走漏了丰盛 他们怀疑你了 应该没有 沈大哥 你不是说会保护我吗 为什么把我也关起来啊 就是因为要保护你 才把你关起来的 抓了这么多的人 就你一个人不抓 这正常 你不是也说 他们在怀疑有人走漏风手吗 那我还要被关多久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需要你回去继续跟他们混在一起 我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有任何事 但是 跟玉京十个颜色 他会立刻通知我 我的那些同学和其他人会怎么样 他们会被一直关在这里吗 我只对你负责 其他人我管不了 而且他们必须接受惩罚 可是他们真的不是坏人 是不是坏人有政府做判断 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你会吗 你会吗 赶紧喝口水回去吧 怎么可以让民运分子搞成这样 在国民大会期间影响非常不好 你们这次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 这些人我们都抓了 主干没一个漏网的 抓了人又怎么样 舆论 舆论 舆论现在全是指向我们的 中统局为此受到国民大会的质询 行政院还要问责 这就是事前抓人和事后抓人的区别 现在让警察局把人全放了 不能放人 这审讯还没完成呢 再审下去事情更大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平息舆论 可是局长如果 方才说了 吕科长 局长执行的是行政院的命令 放人不是中统的本意 我们不需要为放人承担责任 这些人全要进黑名单 以后严加坚实 要不是乔志琪 那天帮你叫了医生 你也不会好得这么快 谢谢你啊 哪儿的话 你没事啊 比什么都强 我 那天 错怪你了 什么呀 不是说你是胆小鬼吗 我早就忘了 上级决定 你们这伙人全部无罪释放 好 好 怎么着 怎么着 还想在这儿住着 快跟我去办出去手续 总统这帮倒霉蛋 这次可真是栽了 别说那些没用 要想强过人家 还得看情报是不是过硬 人家毕竟还抓这个人 咱们呢 沈先生 罗处长 聊什么呢 这么严肃 要不要我找几个姑娘 陪你们跳跳舞 你还是先陪吴队长 跳支舞吧 吴队长 请吧 去吧 万里小姐 请 我听罗兄这意思 上面 对咱们保密局也有些不满 幸亏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中统那边 要在咱们这儿还真是麻烦 既然现在麻烦中统在抗 那罗兄又何必那么心烦 戴老板死后 国民党无论是中统还是保密局 对共产党的情报都大不如前 反正中共对于咱们的渗透 是越来越严重 长此以往 党国的根基不保啊 我以为罗兄因为什么事烦心呢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就让手底下的兄弟 抓紧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侦破 不就完了 陈老弟 对中共的作战会越来越激烈 只有在战场上解决共产党 才是委员长最想干的 而不是在城里头抓一条 小鱼小夏就能比你的 罗兄说得有答应 对了 那个灵芝计划 看来就是为了应对战局的 灵芝计划全面展开的威力 那是你无法想象的 只不过它牵扯面太广 花费得人力财力太大 要是戴老板在的话 还用等到今天 罗立忠的话 让沈放听了心里一惊 罗立忠这人老辣狡猾 但从不说大话 他对灵芝计划 居然有这样的判断 说明这是一个对共产党 非常危险的计划 小鲁 小鲁 沈副处长 您怎么在这儿 我等你呢 别闹 这都下班了 您到底什么事啊 我还能有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过来查一下 这几个月下发的 衣处行动文件 您稍等 都在这儿了 您需要借走 我在这儿翻翻就行 行 行 不是还有个灵芝计划吗 怎么没在这里 那可是特级机密文件 不到保密层级 是不能看的 真的假的 你可别忽悠我 骗谁也不能骗您呀 那份文件局里有特别指示 只有真厅长 毛局长 还有一处的罗处长能看 连其他处的处长都不行 那我要是就是想看 那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让毛局长 真厅长特批 二就是您坐上罗处长的位置 那您就能看了 这话可不敢乱说 要是让罗处长听见 会生女气的 你们怕她 我可不怕 她还有好多事情 靠着我舅舅呢 那倒是 这保密居上上下下 有谁不知道 你是大名鼎鼎 国防部办公厅 陈主任的外甥女啊 对了 那时候还是我舅舅 给您说讯的吧 可不是吧 那要是你舅舅想看呢 那也不行 除了郑厅长 毛局长 谁也不行 不错 一看 我们小陆就是 干机要秘书的聊 这保密条例是 一点都不差 那当然 那好吧 哪天有时间 我请你跳舞 咱们好好聊聊 纪律问题 干吗聊纪律啊 这纪律好的人 调立背的教授 调立背的手 说明你记性好 记性好 那五步 也一定记得手 对吗 您真会开玩笑 沈副处长 您慢走 晚上咱们吃什么呀 吃美条餐厅 有面条吗 有 我好久没吃面了 可是 那谁不是那个 英雄救美的美人来了吗 你别胡说八道啊 是不是啊 可以啊 走 咱们赶紧走 别影响别人 快 张志祺 我想请你吃饭 吃饭 为什么呀 我 谢谢你上次在监狱里救了我 那个 都是应该的吧 走吧 去哪儿 开森林餐厅 这些货都没有你吧 都没问题 而且所有的货已经到了 你会发现都是非常好的 谢谢 谢谢 走 生意谈得怎么样 是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都已经上了你的车了 还问这个有意义吗 我说怎么约你喝酒 你老是没时间的 没想到再做大买卖 那又怎么样 在中国 找我谈生意的人很多 有那么好的生意不想着我 不太够意思 这个谈不上吧 你转了不少了 之前的生意 虽然表面上都是你我在往来 可实际控制生意的 是你和罗立忠 我只是个中间人 那又怎么样 你又不吃亏 太多生意把我排除在外了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吃水不忘挖井人 你别忘了 你和罗立忠这条线 可是我欠上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生意 那你应该很了解 生意场上的规矩 你不应该管的 你别管了 而且优的生意 你是做不了的 那我们走着家 这些比方还没得出 对 这些被人尽小伙子 要是让人尽小伙子 你这些渴望 1947年初 美国国民党 先后撤出北平军条处执行部 军条正式宣告失败 国共两党的战事扩大化 明朗化 在南京 普通民众都感受到了全面战争 将要再次来临的气息 反战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学生运动也更加频繁 进来 这场着啊 这两天没休息好 军条失败 战事势必扩大 我找你来 就是想听听你对局势的看法 如果战事扩大 国共势必进入僵持阶段 双方展开拉锯战 一时应该分不出谁胜谁负 是吗 可是党国上下都觉得共产党不堪一击啊 那是他们小看共产党了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你觉得我们该做什么准备 拘安思危 一旦局势对我们不利 中统就应该准备针对敌后的潜伏工作 你这拘安思危也太早了吧 我们怎么也不至于失败吧 我只是从职责角度出发 提出的建议 至于战事能否成功 我们不是一线的作战人员 无法左右 不过从情报角度 各方面我都需要考虑到 那这样 你先做一个敌后潜伏的计划 就当是有备无患吧 如果真需要的时候 我再找你 是 来 我要是个男人啊 就好了我 这男人和女人还不都一样吗 这怎么能一样呢 我要是个男人 我得像我叔叔那样 你叔叔 我叔叔可是个干大事的人啊 他 也是干咱们这些事的啊 咱们这些小打小闹可不通 对了 他不是我的亲叔叔 他是从东北来的 因为跟我爸的关系不错 但我也亲 所以 我就认他做叔叔了 那他到底是干吗的呀 他就是做 特殊工作 特殊工作 特 嗯 赶紧写啊 这些都得用 好 这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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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站住 给我站住 怎么了 疼了 快 快 这边 快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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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醒了 我怕不动了 晓鱼 冯叔叔 给我走 冯叔 人的 去那边 那边站好 走 走 给我走 来 进了吧 你说你们的啊 深更半夜在外边乱跑 太不安全了 叔叔怕什么呀 这整条街的标语 都是我们贴的 我要说你父亲 我就不让你干这个 叔叔 我可不是个胆小鬼 对了 叔叔 这个是乔志祺 我们一个班的 这个就是我冯叔叔 叔叔好 嗯 我这个同学也很棒 我上次来监狱的时候 都生病 差点病死了 要不是他帮我 要是金儿克 就看不见我了 你这同学啊 一看就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 比你稳重多了 那当然了 要不然我也不会让他陪着我嘛 来 坐 好 我给你们削个苹果 我说你们这帮孩子啊 是勇气可嘉 但是我觉得更主要 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今天晚上要不是碰着我 你们俩肯麻烦大了 我今天都吓死了 这心儿嘟到嗓子眼 林玥 我觉得冯叔叔说得对 咱们干的事太冒险了 你怎么又胆子那么小呀 怕准备呢 世双新雨 这不是咱们老是要客 你这孩子怎么乱翻东西啊 你们也知道兵荒马乱的 我是做生意的 整天东南西北的乱跑 就有这个防身 懂了吧 小雨 千万别跟你爸爸说了 我不说 别说 来来来 咱们吃苹果 他手里有枪 对 这个人跟你们同学是什么关系 他说他是跑生意的 说是钟灵岳父亲的好朋友 具体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听钟灵岳说的 感觉很神秘 你还记得他住所的具体位置吗 记得 上山路关家巷四十六号 把那天警察来了以后的事 再跟我说一遍 是这样 那天晚上我们遇到了许妮的警察之后 我跟钟灵岳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跑 这个叫冯立心的人 突然就出现找到了我们 带我们穿过了几条巷子 进了一个大院 我们就躲在大院的门后 甩开了警察 乔志祺说的这个冯立心并不简单 是 非常有心事 就是这次印象的 现在说这些冯立心的 仔细搜 部长 在屋子里没有发现 乔治奇说的那把手枪 屋子里的陈设也比较简陋 是有大量的书和一些酒 倒是存了一些尼罗 尼罗 一般北方人不太吃这东西 因为那东西的味道 外地人接受不了 只有江浙地区和山东偏南 一带的人喜欢 一般北方人不太吃这东西 一般北方人不太吃这东西 走 回去查一下冯丽欣的答案 是 你上次传递美国人暗中 向国民党秘密运送武器的情况 上级很重视 看来那个汤姆三身份很特殊啊 他应该不只是美国的军事部位 你怀疑他是美国情报部门的 还有可能 他的资源多得离谱 而且那个灵制计划 应该也与他有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盯紧他 看看还能挖出点什么 我尽力 一定是有是 他 还有 他也应该还活要 他不遭到西瓜 到西瓜 没有 有关的商行啊 什么贸易公司的资料查了吗 查了 他用冯立新的名字 往返在南京和苏北地区做生意 而且许多都是棉花 粮油 还有食盐等紧窍物资 这个人十有八九 是中共的潜伏人员 先不要惊动他 看看他都跟谁联系 是 因此 我相信 生日做得越来越好 都是休门 买买 来 过这儿 来 请 这几天党真处的人跟傻子似的 还玩起来跟踪 他们也干这个 对啊 那咱们行动科 是不能歇着 让他们收拾罪血吧 活该党真处的人倒霉 还玩跟踪 要我说 管他是谁 抓起来 拿烧红的烙铁 那么一浪 凭他是谁都得乖乖交代啊 但是我听说 他们沈书长吩咐了 不让抓人 只能盯着 那得盯到什么时候啊 对啊 还好我们跟着 旅科长会 就是 是吗 是啊 跟着我好啊 那当然了 那我现在想抓个人呢 抓谁 我们现在就去 就抓沈林跟的那个 怎么了 他沈林的案子 我不能碰 我是猪猛 是努猛 还 Advisor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抓我干什么 我可是跟你们军方有关系的人 放开我 一个死人还跟军方有关系 你好像 不止跟军方有关系吧 去过苏北那么多次 接触的都是什么人 也是军方的 不说是吧 走 你可又继续不说话了 那我就让这儿所有的攻击 都在你身上留下痕迹 你放心 我的这些手下 对这些事情都很熟练 不会让你死的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 每过半个小时 就且一根手指 我说 我说 你 沈处长 行动科抓捕冯立新 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说什么 我已经叫人盯了很久冯立新了 你们为什么把人给抓了 那这个可能是误会了 我是真不知道 沈处长一直盯着冯立新 我还以为我的人 发现了一个共产党呢 要是这样的话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沈处长你也是 既然发现新目标了 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行动科 沈处长 沈处长 提醒你一句 你那套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 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都盯了五天了 连个屁都没盯出来 我这老虎凳还没上呢 什么都招了 我本名叫丁志成 在南京和一个代号 叫沧儿的人街头 他应该是你们军队系统里的人 而且应该潜伏很久了 你的任务是什么 他把单据给我 我拿着单据去 仓库领军用物资 把钱汇到他给我指定的户口上 然后再把军用物资 运到苏北的根据地区 接着说 那些物资里应该有夹带的情报 但是具体是什么我真不知道 我只是负责运送物资 那边有专门的人 来负责接送情报的 这个沧儿是谁 长什么样 在国民党什么系统 什么植物 我不知道 不 我我 我真不知道 我只跟他见过几次面 而且每次他伪装得特别好 不是在晚上 就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广场 那种人流特别多的地方 我们见面的时候也从来不说话 只是交换一下皮包而已 那你为什么说这个人跟军队有关系 因为我跟他往来的生意 都是军需品 我想如果不是军队里的人 是不可能有能力 搞得到那么多的军需品的 我看你的口供里说 最近还会有一次街头的行动是吗 是在火车站广场的第二条长椅上 街头的时间是 后天下午的三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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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处长 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就算他太长翅膀 也飞不了 说什么大话呀 一会儿抓不到人算你的 沈处长完全没必要 亲自过来吧 大可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 像抓人这种事 我们行动科在就够了 我来就是保证你抓的是活人 放心吧 那我已经跟兄弟们交代好了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 绝对不准开枪 是吗 可对方怎么做 并不是你能控制两个吗 什么意思 你也不用多想 只要你抓的是活人 功劳都在你身上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 找两个兄弟 专门控制住抓捕对象的时候 别让他 又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明白吗 是 怎样 你这有一个 Een样的 说什么 你这有什么 第二个兄弟 告诉你 有些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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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 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 别动 下来 别动 你们抓我干什么 这时候说这种话不可笑吗 那是什么人 搜 这是他的包 有意思了 把这包拿好了 带回去再说 走